我需要和你交易 我需要和你交易 我需要你的吻 什么 经过了紧张激烈的初选 我们终于进入了 最为激动人心的环节 十位选手将在毫无线索 完全盲品的情况下 甄选出正确的产地 品名 品种以及年份 雪松的香气 酒铁很重 黑醋粒的味道 酸度不高 有烟熏味 别藏了 就是你 还是这般装神弄鬼 真是毫无掌尽 一会儿开会的时候 许孙会发现你的变化 你一直戴眼镜的话 他应该不会看出来的 我知道了 今天的会议是关于许诗集团 未来的运营方针 具体的财务计划和开发策略 有何乐给大家说明一下 有何乐给大家说明一下 明辰 还是你来给大家详细说一下吧 大家都知道 我们集团方方面面的具体事务 都是你一手安排的 你来详细给大家说一下 大家才会安心的 好 好 那我说说 大家都明白 我们许诗集团 是葡萄酒引进 开发 运营的老牌集团 但同时也面临着品牌老化了 转型快点人为机 我 明辰 你没事吧 你到底怎么了 有传言说你这一年 在国外 都是去考察项目 是你身体生病了 我是不相信这些传言的 但是看到你现在这样子 许总 明辰是坐飞机过度劳累了 我没事的 没事就好 没事我就放心了 你是不知道现在 外面有多少记者想要八卦你啊 要不你先缓一缓 然后过会儿召开个记者发布会 我宣布 怎么进去哪儿呢 我宣布 本次比赛的第一名是 陆芬芬小姐 谢谢 许总 许总 你这边回答一下 许总 你这边回答一下 许总 这边回答一下 对啊 回答一下 许总 许总 你去立刻区医院 行 那我叫保安上来 不然记者不知道 渡过什么时候了 让她打 那怎么办啊 把你衣服脱下来 芬芬 祝你生日快乐 妈 比赛区 你这是哪里的口音啊 好奇怪啊 她不会不会说法语吧 你不会连国都没出过的 你刚刚确实通过了 我们的红酒盲品考核 但是你的学历 没有达到我们安达的录取标准 而且你也没有海外留学的经历 作为你的朋友我也很想帮你 但是我真的爱莫能住了 我确实没有出过国 也没有学过法语 但是我真的很喜欢红酒 而且我的终极梦想就是能成为红酒大师 那也只是你的梦想而已 我们还是要取消你的录取资格的 我这样可以随时监测你的身体状况 一江 带我走吧 走 许总 许总 请您回答一下 回答一下我们的问题吧 许总再讲一下吧 许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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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您回答一下 回答一下我们的问题吧 许总 回答一下我们的问题吧 是啊许总回答一下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在这儿呢 徐总 徐总 你今天怎么样 徐总 吴芬芬 你那白冰说得也没错 本来就没出过锅 也没有学过法语 不过你还是要加油 你肯定可以的 你肯定可以成为最棒的红酒大师 徐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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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谁啊 你赶紧出去 出去的应该是你吧 我 不好意思啊 我走错了 徐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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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别出去 你干嘛呀 喂 什么情况 明晨 救命啊 不是 你不会是死了吧 喂 不是 我跟你说你不能死这儿啊 你死这儿你这不连累我的吗 我还年纪这么小 我还没成为红酒大师呢 喂 喂 救人 救人要见 你死你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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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 啊 ір 你醒了 你没事吧 你没事吧 我送你去医院吧 这是 什么情况 是的 我不知道他是谁 我不知道他为什么会晕倒 我也不知道我为什么要救他 我什么都不知道 这一切就发生了 我需要和你交易 我需要你的吻 什么 我需要和你接吻 不是一次 而是往后的每一天 都需要和你接吻 神经病 不是 无常 我们可以签合同 我答应你任何条件 签合同 接吻 是 签合同 任何条件 这个第一次见面就强吻我的男人 到底是谁啊 是一个人 有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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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面儿 有点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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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怎么下床了呀 快挡回去 我没事啊 我现在感觉非常好 就像是刚刚运动完 洗了个热水澡 那真有劲 可你刚才明明昏迷了呀 这怎么可能呢 明珍 一无意识地告诉我 刚才我们分开以后 你都做了什么 接触过谁 任个戏就不能遗漏 这怎么可能呢 任个戏就不能遗漏 他好想吃 他们的她是好的 你不知道 你没想到 那不应该 那我